大家好,我是小杨 还有20多天就要过年了 咱们中国人过年都有吃水饺的习俗 象征着团团圆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调白菜猪肉馅的小技巧 教你饭店不外传的秘诀鲜嫩多汁不腥 全家都爱吃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给我一起来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白菜对半切开,只用白菜叶子 剩下的白菜帮可以留着做醋溜白菜 在对半切开之后 对半切开,只用白菜烹地烹四周 就遏恳 bean 快点 看好 看我就 找我 partnership 冬播 冬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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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水开计时上锅蒸2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关火焖上5分钟防止回缩 好了 美味的小包子就这样做好了 皮薄馅大特别的柔软 掰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馅料都已经爆团了 鲜香味美特别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 我是小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